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奇剧报局 有几天没见过大家 刚刚放假,刚刚回来 其实市况来说,老实说 都没什么和大家更新 虽然在星期一的时候,没见过大家 但是上星期五的时候 其实我都跟大家说的情况就是 基本上来说,我去到现在这样的位置 你要叫我做高追,我就没位了 我都是拨过市会出现回吐 有好仓在手,我会慢慢逐步去减持 但我又不会完全减持完 因为始终大市走势来说,长远算是看好的 不过在看好的情况下来说 去到这些位置,我觉得 是会出现先调整,后向上的格局 不过我说这句话的话 我觉得大市会出现先调整,后向上的格局 是什么时候开始说呢 我记得是大约21,800-21,900 21,900开始说这句话 直到现在,我都是维持着这个观点不变 直到我去说这句话来说 市场其实都是在这些21,800-22,100 22,100-22,200 就是在四五百点来说 其实在复回,在等着速方向 那你问我,究竟市是否一定回调呢 我说真的,我没有水征求,我也不能带来 但问题就是来说,我们都要保持着想 最快的情况就是说 我觉得,市场长远向上的情况下 我们就算要做淡,要很谨慎地去做淡 就不要乱做一些高风险的替炭策略 这个值得第一点要留意 第二点的,我在上个星期五 就提及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说,如果市场真的强劲的话 它分分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 横行整固的局面,去代替调整 当它横行了一段时间来说 消化了这一阵的升幅的情况来说 市场可能不需要出现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之后都可以有力再继续爆上 但估计它出现第一种情况 市场先跌后向上 还是出现第二种情况,先横行后向上 我都是觉得市场去到这些位置来说 短时间来说,向上有一个明显的升幅的空间 是相对性来说有限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明天期子结算 看回市面上很多评论来说 市场这几天夹上去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期子结算夹淡仓,推到最高的结算 但是这个问题来说 我自己觉得也是浪费的 因为这个问题我看到是同一批人 之前就说在这里看跌,看跌,看跌 到现在来说 事后解释回因为期子结算推上去 我觉得看这些言论就没什么意思的 因为这个问题来说 我觉得看人的评论最主要就是 他是不是一时看声,一时看跌 或者经常受着市场情绪去影响他的观点 而事后就算看了市 又不会回头说回之前的东西 这些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实际做trade 就是说,譬如我们真的下了场 譬如我重着看了淡的 就真的下了处 不可以事后回头 所以我们实际做trade 反而最真是要留意的就是 我们现在,假设没有入市 入得了市 入了市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这些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地方 至于你说 接下来比较重要市场的人 大部分的人 开始比较去留意的情况 就是说 今个星期四、五 一来明天 28号 期指结算 二来来说 其实在 星期四 香港时间凌晨来说 美国联储局 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虽然 其实全世界都预了 今个月来说 这个公布议息结果 美国就不会去改变它的利息政策 就是说 不会加减息的了 但是这个情况来说 始终 美国最近的经济数据就好很多 再加上 就不断破订 我刚刚的美国股市 从而 有可能 在联储局议息会议之后来说 我们要密切留意着 就是说 美国联储局的主席耶路 会不会 去发表一些观点 从而令到市场 对美国联储局短期 不会加息 这一个观点 有所改变 因为这一样东西一旦改变 始终 美股也好 香港股市也好 短时间来说 这么多 随时来说 就会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途 所以是值得密切留意的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说 其实最近那个市 炒上来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炒环球央行 放水 但是问题就是 万一 先说美国 他可能因为 美国最近的经济向好 美股又升得这么厉害 简单来说 就是担心美国的隐忧 都减低了 从而 就算他说 是说 不减息 又或者是什么都好 但是来说 略为放少一点风声 不排除未来会加息 都会死亡 所以来说 始终我们要 市场上升了这么多 的情况下来说 Keep bare your mind 在高追的情况 去看好来说 要小心一点 刚才说的第一个点 其实市场上 现在大部分人留意 今个星期四 香港时间凌晨 美国联储局意识 第二件事 比较大部分人 可以留意的 就是今个星期五 日本央行 意识的结果 但是来说 我自己来说 去到现在 我自己都是保持着 去到这些位置 倾向来说 高追要小心一点 所以相反来说 我今天 相对性来说 比较謹慎一点 我宁愿等过了 今个星期 当这两件事 的意识结果 明朗化之后 才进一步 去定 进一步 的策略 应该要怎么做 那你说 update大家的位置先 现在市场上 讲 一些重要的阻力位来说 都是离不开 之前提罚过 这些高位 在昨日 星期二 来说 最高 记者来计算 22,138点 记者来计算 其实这个位置 就同 上年聖诞节 10月24日 那个高位 22,217点 颇为接近的了 而同时间来说 另外一个位置 我说上方组来说 比较多人在的 他就拿了之前 4月21日 和53日 这一段升幅 去量的黄金比率 上去 去量的反弹 幅度有多强 如果拿138.2的话 那位置就大约 22,510点 那150和167.8 就在这些位置 如此类推 而 另外一个位 我没有输出 就是123.6% 这一个位置 而这一个位置 也都是 在接近 上年12月24日 这个大约 22,200至23 这些位置 所以来说 我也不排除市 去到这些位置 先横行 我当它没有调整 好吗 先横行完之后 再爆上 所以这就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高追 相对性来说 是会比较谨慎 一些的 你说另外一种做法 以前也经常说的 就是说 最简单做法 就是看着这条紫色 EMA7这条线 一直未跌破这条线 一直不要改宽 去看时间 宁愿等它跌穿了 才转太 都未迟 这是另一种做法 但是何卫地跌穿 我一直都强调 就这样跌穿 1.5 要收视穿 EMA7 再跌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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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着这件事 至于 如果说回调的空间 来说 正如之前 一直都说 黄金美律 这幅图 黄金美律 要找一个很重要的高位和低位 去度 才有意义 但是 之前 始终市 还未确定 看到一个顶位 所以 我度黄金美律 由之前这些位置 我会逐步逐步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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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调空间 但问题是 当未确认真正见顶 当时再继续破顶 我度黄金美律 那时的回调空间 亦都要去调整 最新的回调空间 如果假设 昨天星期二见顶的情况 就是最近这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21,000到170点 这些位置 亦都在这里看到 有略为少少 叫做横行的支持的作用 因为其实看支持的 除了用这些 当是叫做迷信的分析方法 去调整支持阻力的话 另外一个 比较参考的意义 重大一点的就是 要看之前 略为 市有在这儿 出现一些密集的情况 代表 买和卖双方来说 在这儿作出一个真词 那当你利用这些 这样的位置 再配合一些技术性指标 参考意义 会相对性来说 比较大 而市面上来说 我见大部分人来说 之前来说 就是21,600点 这样的位置 而我看很多个评论来说 都是说 其实是看8月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一来这一阵的声浪来说 其实就已经是预早炒上来 二来就是8月份来说 有很多公司会公布业绩 在很多公司公布业绩的情况下来说 也都不排除 会有部分公司公布的业绩 未如市场预期理想 而因为本身的市场预早炒上来 就趁着这样的情况来说 就令到市场增添沽 跌下去 大家要留意 至于策略上 之前 都是维持着之前 一直提及这件事 真的没有特别的策略 去更新大家 之前一直建议 都是一样的 过时 在22,000点以上 现在最高位 到22,321点 我都是为了 可以在这些位置 在22,200 再加上22,400 去保护自己 以一个比较谨慎的情况下来说 去看淡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 就比较进手一些 就是 在216点 再加上212点 8月份的恒之期权 去看跌 比较有素性 固形就一定是策略3 这一招 因为问题就是 正如我刚才所说 在短时间来说 我觉得 就算它不跌也好 它起码还一段时间 才会有力再升 这个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那如果市 如果我做 Sock Call 222 再加Long Call 224 这种策略来说 我当市 再夹多一点点 但是问题来说 我觉得 始终它起码会经过一段时间 去消费这种升幅 所以来说 它夹升了上去来的话 它可能都是 好像这几天的情况 夹一夹升升上去 222,000楼上 再回回来 所以 如果你开了这种 这个策略来说 其实理论上 大家应该开了 不过未开的话 我还是建议这一招的 我绝对是有机会 给大家 在222,000楼上 和时间值 收缩的情况下 在下面来说 222,000楼下 去take profit 现在我自己 都是在这裏 在这裏 等着去take profit 但是 暂时 现在都在等着take profit 的状态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需要更新 所以来说 你说要特别更新 我都是跟大家说的 我今个星期来说 我就会比较更新一些 看完今个星期四五 联储局议息的结果 再作决定 去下一步的策略 如何做出起法 OK 今天跟大家说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